继续对您来关心发生这样的事情,让女性人人自为 而这些偷拍男子刚刚看到的他本身还是一位精算师 大家一看怎么会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还包含了曾经传出有工程师,甚至博士偷拍 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压力太大了呢 精神科医师说,很可能是这些人忙于工作 缺乏社交的经验,比较封闭 再加上不懂得怎么处理压力,才会犯案 今年8到9月份接连发生五起高级知识分子的偷拍事件 在高雄有一名公务员用手机在捷运里偷拍女子的群体风光 在新竹则是有一名竹科的工程师 拿网络买来的针孔摄影机在量饭店里头偷拍女子 还当场被女子的丈夫逮个正着 另外还有法官儿子居然头戴假发假扮女性 跑到国大医院的女侧偷拍,偷窥,满足私欲 甚至还不乏博士生和精算师 用笔形的针孔摄影机偷拍得逞 这些高射精地位的阶层到底为什么会有脱续行为 可能结构性的那个状况 可能也会让某些人其实更疏于去跟社会其他层面去做接触 精神科医师认为他们很可能是为了诚意识的成就感 高收入是不一定跟他的行为、情绪 或者是平常的一些喜好的部分是相对应的 不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 遇到危机挫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只好靠偷拍来发现 却不知道这个会触罚的行为 已经变成他们人生最大的污点